字幕圖 社群網來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邀請的是阿亮大師 為我們來分析國際局勢 喜歡我們頻道所製作的節目 幫我們加入頻道的會員 每個月只要100塊錢 就可以贊助我們的節目的支出 另外呢 在觀察影片的時候 留下你的意見跟評論贊助跟donate 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我們先來請教一下 這個有關於俄烏戰爭 最近有一點點這個歹系脫膨的現象出現 但是這個沙烏地亞阿勃 要辦一個30幾個國家的 烏克蘭和平會談方案 那中間當然也邀請了中國大陸 還有巴西一些大國印度 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參加這樣子的一個烏克蘭和平會談 中國有要去嗎 目前沒有聽到說他不去 這個不是第一屆啊 上一屆在大賣啊 哥本哈根他沒有去 那這一次是在沙烏地亞阿勃會去嗎 這個沒有意義啦 這種東西如果真的要調停 就是極少數的國家了 不會這種大拜拜形式 怎麼可能呢 這個完全是要幫 那個Zelensky造勢了 因為烏克蘭有和平方案嘛 那沙特阿拉伯剛捐助了烏克蘭一筆錢 所以我 我基本認為啦 這個是沙特阿拉伯跟美國 一起弄的一個論壇 那這個 這種東西就跟開會一樣嘛 那就是你去主張你的啊 就是行李如宜 大家講完自己的主張 不會有任何對於這整個事件的進展 有任何的幫助 那當事國沒有來 你要談什麼 沒有沒有俄羅斯 對啊 俄羅斯又沒有來對不對 那 這個就是 我跟你講你現在看西方媒體要非常小心啊 因為他們都有大外宣的性質啊 那實質事實上非常的貧乏啦 沒有進展嗎 沒有進展啊 比如說這件事就是沒有進展 沒有進展 那大陸 俄羅斯戰爭 歹系脫棚 對誰有利呢 現在看出來對所有的國家都開始不利啊 因為你如果嚴格講 我也可以說對中國有利啊 比如說 你說歹系脫棚對中國有利 當然啊讓中俄背對背 背靠背 就不會分開 當然啊俄羅斯怎麼分開 然後中國各個產品就進入俄羅斯市場 取代掉西方的啊這也是利啊 比如說汽車 手機 越來越明顯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就是看你的角度啦 拖越久其實對中國搞不好越有利 我認為比美國還有利啊 美國就得到一個大利多就主導北約嘛 可是中國做夢也沒有想到俄羅斯會跟他背靠背啊 美國駐到北約當然也是一個利啦 所以很多人都講 對全世界有利的 如果真的要排名啊 搞不好第一是中國啊 第二是美國啊 那第三是印度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打得這麼慘 結果有利的都是這些 可是也有幣啦 幣就是中國大陸 因為跟俄羅斯的牽扯 就會讓有一些國家對他有意見嘛 尤其是歐洲 所以中歐投資協定就停了嘛 然後 還有比如說 全世界的貿易會受到影響嘛 那 中國是最大貿易夥伴嘛 就有一些地方就會出現 供應鏈的變數嘛 可是我的意思說你這樣分析就是學術分析了啦 就是有利有弊嘛 不會下那種標題嘛 你如果要下這種標題為什麼 只對 中國帶來新風險 美國也可以放上去啊 美國一直有風險啊 本來就是啊 所以你這種標題 擺明就是在做大外宣嘛 所以 我基本上對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的標題 我都不相信啦 都太愛國了 都要看內文 不是太愛國了 是他裡面本來就有一堆 美國利益至上的記者啦 那 他就很容易有這種想法嘛 可是 你要深究嘛 因為 你記者的程度越來越差嘛 所以就很容易下這種標題嘛 可是如果比較資深的 美國的作家啦 或者記者啦 他不會輕易 他不會輕易寫一個短文來論斷這件事啦 因為他有點複雜 而且他這有點帶有價值判斷 不過之前中國大陸講的這個沸沸揚揚 所謂的俄物戰爭的和平 那12點 對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競爭 重點就是因為 因為烏克蘭他的條件太柯嘛 他就是領土要全部撤嘛 所以沒辦法談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還沒打完 還沒打完 這個東西很現實啦 就是 一定要打到雙方都很累 現在還不夠累 他的大反攻還沒有開始啊 而且 也看不到 有個起頭啊 他這樣一直耗著嘛 事實上 如果了解詳情的人就會知道嘛 就是記者不會寫的啦 我跟你講啊 你可能要去看ISW啦 這個 人家是英國人在 每天在研究軍事 ISW就說 頓巴斯 沿線 跟烏克蘭的邊境 俄羅斯做了1000多公里的防禦公司 所以烏克蘭沒有辦法從頓巴斯 反齊嘛 所以你看為什麼 烏克蘭會聚集在 著波羅斯的附近 喔 可是那個地方要打 意義不大嘛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核電潮 那你打了不小心萬一 現在不是說什麼 裡頭還偷買地雷 所以說你那個地方如果真打 會有意外 你怎麼辦 那赫爾松他興趣不大嘛 喔他要打赫爾松就 也打克里米亞了嘛 所以目前他是有點卡住了嘛 那當然他有很多根本就還沒有齊備嘛 比如說 他沒有空軍啊 你怎麼打 所以他真的會有最後的大反攻嗎 因為最近連西方媒體都說 美國訓練了烏克蘭軍隊要用這個西方的打法 但是呢 打不起來 西方的打法也沒有打 就打不起來啊 不是打不起來 這個也是 紐約時報的看法啦 這個就是美國人的看法啦 他就說 他又要回到蘇聯市的打法 就是傳統的 就集中指揮嘛 你怎麼知道你靈活 靈活的打法就比較有效 你怎麼知道 你就面對 俄羅斯花好幾個月蓋的防禦公司 你去打打看嘛 你美軍來打你也不一定打得進去啊 他已經挖了地雷陣 又有壕溝 你怎麼打 那你有什麼武器 你沒有空優 所以我的意思是 這個就是美國記者在那邊瞎掰啦 你知道吧 或者美國軍方瞎掰啦 你沒有空優你怎麼打 我請問你你怎麼打 你那個 裝甲部隊要進軍 地面部隊要進軍 你沒有空優耶 你怎麼不設身處地站在烏克蘭的角度 你看你怎麼打 所以他現在是把責任推給烏克蘭 因為你 你沒有辦法 學好這一套 所以你只好回到 烏克蘭也回給美國啊 所以你沒有給我飛機啊 一樣嘛 所以我就說就是卡住了嘛 就是 隱隱約約好像有個計劃在進行中嘛 比如說 F16確實 有要給他嘛 那可是飛行員的訓練至少要四個月 所以一般估計是明年初 這個還是比較 樂觀的估計啦 就明年初才有可能真正 駕駛這個F16參戰 可是問題是你有幾架 你要有回損率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雙方的攻擊都不是真正的地面戰爭嘛 你看到的都是 比如說烏克蘭有一種無人機可以飛1000公里 所以他最近就對莫斯科 對克里米亞 展開一些攻擊 然後俄羅斯就報復嘛 要嘛打一下基輔 要嘛打奧德薩 然後撤 撤回這個黑海的糧食出口倉議 這種對軍事的進展是 沒有意義的 這個都是 製造民眾心裡的恐慌 那問題是兩邊都是戰鬥民族嘛 不會因為這樣退卻 大家不會恐慌到說算了投降了 不會 所以就是僵住嘛 目前的情況就是僵住 我們這個是 完全從 戰爭的進度來看就是僵住 就是卡在那裡嘛 對 那只好變成歹氣脫捧 這樣怎麼談 所以這樣沒有辦法談嘛 因為這樣子並不表示 你不退我也不退怎麼談 對啊就是僵住嘛 而且僵住 雙方都沒有認輸嘛 所以你怎麼談 我所謂的 可以談就是 打得實在很累 或者是有一方明顯輸了 就是士氣有點潰散 但是現在大家都沒有 對 你才有讓步的可能嘛 不然你怎麼談 不過你之前說這個打越久 其實對美國越不利的原因是 開始會有各種負面新聞出來 那對於美國來講就會出現壓力 社會上的壓力 就會覺得這場戰爭到底在打什麼 特別是拜登又要選舉 這件事對他壓力 我們隨便舉例啦 比如說奧德薩被炸 那就造成全球糧價又上升嘛 那各國 開始害怕所以就有很多國家陸續跟進 什麼大米不出口啦之類的 那全球糧價上升 當然就是一種通膨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產生了國際效應 美國基本上 多多少少都會承受 多多少少 那 中國也有啊 比如說這次 最新的就是有4萬噸的糧食被炸了 那裡面就有中國的 那可是因為中國自己有糧倉啊 他沒事 那可是裡面有給非洲的 那非洲就要立即面對 可能有饑荒的問題 那因為烏克蘭出口的糧食 他大概有百分之將近70是從 黑海出去的 他從內陸出去只有24% 所以等於是他大量的糧食都卡住了 那俄羅斯非常凶狠嘛 他對於 外國的 貨船要進去 搶那個 烏克蘭糧食出口 也同樣炸 最近我們就看到 羅馬尼亞跟土耳其的船都被炸 這個俄羅斯也有點過頭了啦 可是 現在就是這個氛圍 那這個 俄羅斯為什麼會干到這個程度啦 他可能就是要 引起國際的紛爭啊 大家來談啊 跟大家都有壓力 對 我覺得 因為他就是大國嘛 他可以製造事件 那就讓大家來談嘛 那烏克蘭也一樣 烏克蘭就怕 歐美不要他嘛 歐美也在責怪他嘛 說你倒反擊怎麼都沒開始呢 那他就打克里米亞給你看 然後甚至打俄羅斯境內嘛 比如說 三天前 烏克蘭竟然有44架無人機 進入莫斯科 這已經匪夷所思了啦 這個 你去想想莫斯科會怎麼想 還弄了一個國際機場 所以你去想他的回應 搞不好瓦格納在白俄羅斯 就開始蠢蠢欲動 那引起你基輔的恐慌嘛 因為距離只有100公里 那就 那就三不五十在 走走往那個卡里平格勒 那條路上的通道那邊走來走去啊 那一邊是波蘭一邊是立陶宛 那立陶宛的地面部隊只有2萬人 所以立陶宛現在非常非常緊張啊 那波蘭也 成立了前線指揮所啊 就是這樣 所以讓周邊國家的壓力變大 還有因為糧食的關係讓 更遠 會受到糧價影響的國家 開始壓力 這個歐烏可能有共同利益啦 就是把這個事情國際化 讓大家都有感覺 那大家就進來挑剔吧 記得說這是國際問題 不是我們兩個的問題 因為現在有一點 本來提出和平方案的人 現在也推不動 比如說中國大陸 那土耳其也不知道該怎麼推 那馬克宏現在聲音也不見了 對不對 對 這些前面很積極的人 現在都不在 都不見了 因為真的不知道怎麼推 我說實在 我如果是中國大陸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是因為美國不介入 美國 認為烏克蘭還沒打完 他還想要打到哪裡 這是美國的一個 抑制公司的統計報告 說俄烏戰爭到現在 已經讓烏克蘭有 2到5萬人都截支了 然後出生率 去創新機好像 這個不能這樣 做數字 我想的是第2項 烏克蘭我前 上個禮拜看到一個數字 我真的嚇一跳 烏克蘭人現在離開 烏克蘭進 跑到境外的 有2400萬人 2400萬一半的人都走了 超過一半的人口 那你去想一想 都變難民 我覺得有本事的人都走掉了 因為沒有本事才會被 被徵召跑去當軍人啊 對不對 就是他散到各國去了嘛 因為眼看這個 這個樣子就不知道 哪裡是個頭 打到何年何月了 而且 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 就是 他們到歐洲到美國去 很容易打入當地社會 所以我估計他們回去的機率也不高 我走了就走了 我不會再回來了 因為你要重建也不知道還有多久 對然後有一些人可能會找到 所得遠比烏克蘭高的工作 即使是苦力 在 歐洲跟美國當苦力 薪水也比烏克蘭高啊 因為烏克蘭人均只有3000美元 你剛剛差多遠 你如果在 波蘭都有一萬五 那最低的平均啊 那更不要講到德國啊 其他地方啊 還有美國 美國的烏克蘭的群體相當大 所以 其實這個局 坦白講就是悲劇啦 就是 你烏克蘭的領導層自己拿不出主意嘛 那只剩下一個 抵抗的意志嘛 那可是你這個抵抗的意志時間拖越久 搞不好你的情況越糟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到最後 你到最後搞不好就是 就是完全沒有談判籌碼 那變成大國介入 來幫你處理 然後到時候你就拿出主權擔保 就是國有的資產 或者主權擔保 然後 事實上那個黑石 資產管理公司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 烏克蘭說跟華府正在諮商 有一個 提供安全擔保這件事情 當然講的好聽是說 在加入北約之前的這個安全擔保 但 除此之外 這個烏克蘭宣布的當然就是假的 假的 拜登都已經講了 戰後 我 120個小時讓你加入 那是加入啊 所以加入北約前 那你戰後才讓我加入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的 擔保是什麼 他現在怎麼加入 你現在加入 他說沒有要加入啊 他說加入北約前 的安全擔保 沒有辦法 什麼叫安全擔保 我就要問什麼 他加入北約前的安全擔保 安全擔保如果不是集體安全 那是什麼 你告訴我 就是我們所謂的 你被打我會出兵 你被打我會出兵 不然還有什麼 所以華府會給他保證說 安全擔保我們的理解就是共同防禦 只有這一種嗎 不然還有哪一種 不然有哪一種是有效的 我應該說是有效的 比如說 美國對台灣有安全擔保嗎 你認為有嗎 當然沒有啊 是吧 沒有嘛 因為沒有共同防禦條約嘛 可是韓國跟日本就覺得有嘛 不是嗎 這個就很現實的嘛 你現在沒有辦法談嘛 因為 惡物在交戰嘛 所以你立即捲入嘛 怎麼會有這種國家 連美國都不願意哪一個國家願意 這個可能講的是說 停戰後 加入北約前的安全擔保 停戰後嗎 那這個就是廢話 因為表示 你都停戰了我還需要安全擔保 停戰呢 停戰就是有表示某種力量進來了 不然怎麼可能停戰 已經人為刀土為魚肉已經切一切了 切好了 我難以想像中國跟美國的力量沒有介入 然後能夠停戰 因為能夠勸得動俄羅斯的只有中國 那能夠 擋住 烏克蘭的 激進力量的只有美國 沒有這個就是很現實的東西嘛 就是 你要尾巴談判是不是 那 誰能夠擋得住哈馬斯嘛 不然你跟自治政府談判有什麼意義 哈馬斯不接受啊 對不對 那以色列也一樣啊 那譚雅胡你要搞定啊 不然那個另外那個黨 談談談定了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談判就是說 激進的力量你都要有能力搞定啊 比如說 俄羅斯有黃二派 那雖然 沒有那麼大 大概也有 十幾percent 然後就要等普丁啊 普丁你如果打不下去我們來幫你啊 那他第一 第一時間可能就設戰術 戰術合武啊 就是這樣啊 黃二派就是這種主張啊 而且從頭到尾一貫 都是這種主張 那普丁搞得定黃二派嗎 不是嘛他們現在是尊重你嘛 普丁那個叫強力集團啊 他也是一個集團啊 就是從KGB衍生出來的 那後來衍生到 軍情嘛 然後 軍隊也是啦 司法啦 都包括在內 那可是 因為普丁 本來對西方還有一些 幻想嘛 所以 他就有點中間偏右啦 就這樣啊 那可是俄羅斯 有更右的團體啊 而且 越來越成為 中下階層的主流 那這也是他的風險啊 你剛剛講就是說 歐洲戰爭脫越久 其實對中國 比較大的 負面的影響 就是跟歐洲的關係 所以中歐 投資協定會 暫停 那不過中俄背靠背這個利益 也是他獲利的這個部分 那 現在這個一帶一路的論壇 普丁 說要去參加了 那很多歐洲國家就 不去 普丁再來 普丁當然要去啊 普丁好不容易有多邊會談 國際會談可以去 你看普丁最近只有去上海合作論壇跟中亞論壇 那就是說他 他連金磚都沒去 因為他只去安全的地方 我們講白了啦 你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被暗殺 所以金磚也 不可能去嘛 那個App也不會去了 App也不會去了 聯合國也不會去了 你怎麼知道美國會怎樣 他用刑事法院把你抓起來 對不對 這個 所以這個他當然要去啊 而且 他要另外再跟習近平好好談一次 高峰會 因為他也急需 中國做承諾嘛 對西伯利亞的投資 等等啊 那 那他們兩個會談俄烏的問題嗎 這個就要看普丁是不是準備好了 我認為 俄羅斯會 跟中國先 釋放個訊息了 就是 這個問題現在暫時不處理 先擱置 不是啦因為10月就要談了嘛 我看不出10月之前 來得及有任何的方案 看不出來 會一直降到10月所以普習 之間沒辦法談俄烏的具體 因為美國 完全沒有放軟的姿態啊 所以要等到拜登跟習近平見面完之後才有機會 回頭來跟 普丁談這件事嗎 我也不認為拜登會優先跟習近平談 因為 拜登急於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美國 那個必須是他接觸俄羅斯之後被拒絕才會來找習近平 美國是一個很驕傲的國家啦 他如果認為我可以搞定烏克蘭我就直接跟俄羅斯談 我不用透過習近平 不需要啊 就除非是俄羅斯不讓步嘛 那我才想說 中國加進來是不是可以 增加一點籌碼 那時候他才會考慮跟習近平談 因為習近平 中國並不是當事者 你要知道 俄羅斯戰爭跟中國是沒有關係的 我是說就 戰爭的起源啦 所以 美國沒有理由要找你 美國要找的是歐盟 怎麼會找你呢 歐盟看起來就 沒辦法處理事情 所謂沒辦法處理事情就是 俄羅斯你也搞不定 對啊搞不定 他搞不定美國 所以當然就搞不定烏克蘭 當然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美國如果真的要出手 他會直接聯絡俄羅斯 可是你覺得拜登在 要選舉這段期間絕對有壓力 要出手 他們有在接觸啊 事實上 所以你覺得美俄會直接談 CIA跟 跟俄羅斯的情勢單位早就已經接觸兩次了 我不認為他會透過中國啦 因為這個就是他霸權嘛 他臉上無光 美俄交手的經驗 比你多多了 中國跟俄羅斯交手哪有美國多 我講的是利益嚴重衝突 那太多了 對不對 戰後的冷戰都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美國會 優先自己處理 那碰壁了再來看中國 加進來可不可以增加一點籌碼 最近拜登出手優先處理的事情都沒做成的 你認為他有認為 這樣認為嗎 這是你認為吧 拜登如果這樣認為他會不改正嗎 他顯然不認為 他覺得他自己做得非常棒 這就是問題啊 現在所有的問題 真結都是拜登 再重複一下我對他的定位 一個無能的傢伙 可是他從來不認為自己無能 就這樣啊 好這個俄烏戰爭呢 如果目前是僵局的話 可能還會有一段時間 那另外在俄烏戰爭 這個對烏克蘭的援助案當中 金融時報說呢 美國打算把台灣包進去 就是有關於軍事 融資的部分 讓台灣的這個軍售 能夠更加速 這是什麼意思 不這個的意思是說你台灣 要編列 採購預算 因為你已經編了兩次特別預算 那國防的公務預算基本上採購清單也都出來了 那如果有東西要插隊 插不進來 所以我就先借錢給你 讓你 就先送到你家 怕你預算編不出來 是啊 所以我給你融資 對啊然後你要還 反正他認為台灣有錢 事實上這一次的 軍售本來都是自己買自己花錢的 那你就可以決定項目 就可以決定買什麼 那這個是 我決定項目 對 然後 借錢 然後順便把錢一起借給你 錢加武器一起給你 但你以後把錢還給我 然後項目你不能自己決定 那這個想塞什麼項目 大部分都是彈藥 彈藥 所以要打造彈藥庫 其實這個跟 美國 因為最近剛通過一個嘛 就是 叫做 The Presidential Delegating Authority 總統特別撥款 PDA 對不對 總統特別撥款權 繞過國會 他最近不是給你3.45億嗎 對不對 美元 那也沒說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一次性撥款 上限可以10億美元 那他這次給你3.45億嘛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要用這個程序 因為如果 透過國會的 採購程序要排隊 他怕你來不及 他在急什麼 所以就表示你這個地方進入戰爭的可能性很高 那 這個程序事實上 這簡單講啦 1978年之後 台灣的均購都是用買的啦 因為他認為台灣有錢的嘛 所以都不是用送的 都不是用援助的啦 也不是用融資的啦 都是直接買斷 1978年 正常採購程序 對 45年了 所以你應該問說 45年之後 台灣現在是比以前更有錢啊 那怎麼 突然用這個程序呢 那這個程序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可以繞過國會 所以速度會變快 就是時效性的問題 對然後他就把他 庫存現有的 立刻頒給你 可是項目由美國決定 這個已經在烏克蘭 進行了43次 已經在烏克蘭進行43次 因為來不及通國國會啊 那總金額超過300億美元 所以你不要高興啦 我看陳建仁很高興 應該不會高興吧 你是不是腦袋有問題啊 項目你也不能指定 然後 就是把你視為準戰爭的狀態 你還在高興 這個 就非常荒唐啦 就是 我們台灣不是沒錢啊 我們當然可以要求要買自己認為需要的東西 那你為什麼要讓人家篩貨 而且這個到底要篩什麼 目前傳出 就是 我們講那個MQ9A 死神無人機 因為我們買9B嘛 9B排隊大概要排到2026 或者2025 我們只能買4架 9A他有庫存 9B他沒有 所以他就說9A是不是先給台灣 這個事實上我 問了一些軍事專家 他們都覺得 這個是毫無用處 因為你要知道台海 根本就是一個導彈陣 中國大陸的導彈無數 都瞄準 然後他有那麼多的戰鬥機 你這是無人機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被打下來 而且你只有4架 不知道幾架 那個是9B 9B有買4架 9A比較便宜 比較小隻 那基本上美國還要拆掉上面的部分工 那 他連那個拆的費用都要你出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免費的 我存疑啦 他是放在融資的 的範圍 所以我說 最最後可能是融資 不是用送的 你說這個 MQ9B 9A 9A 可能也不只MQ9A啦 也包括部分彈藥 比如說刺針啊 標槍啊 那些飛彈 他這個時效性到底是因為他有 庫存需要在這個時限內處理 因為他不用了 對 他是有庫存的壓力的 的時效性 還是說台海要發生戰爭的時效性 到底是哪個 我認為都有 兩個一起就對了 而且順便賺錢 我就是說庫存這個貨 他基本上美軍的基本配備 已經沒有在用 所以他要淘汰 要趕快出清啊 然後他就出清 你別預算你不可能買這個嘛 我們就要買9B嘛 怎麼會是買這種 9A呢 對不對 所以他就塞給你嘛 然後 你事後你才會知道這是軍事融資嘛 你是要還的嘛 就是這樣嘛 那我們台灣怎麼會需要這玩意兒呢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真的進來 最可能行駛的 就是在台海的 中線那一帶 因為他可以續航 超過40個小時 因為美國可能缺乏 台海中線周邊的水溫 環境各種 這個船艦的動員狀態的 一些情報收集嘛 可是 因為你是無人機嘛 所以你被打下來的機率是很高的 你怎麼知道解放軍不會把你打下來 所以他們最好用送的啊 這跟那個無關啊 他錢先轉走再說啊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你台灣 你可以 要求你要什麼東西啦 可是 連這個動作我們都不敢做 你就知道你已經完全被人家控制了 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就真的像是烏克蘭的待遇 烏克蘭沒有付錢啊 烏克蘭是 因為他的43次的這個軍事融資的 不是融資 那不是 援助 援助 他是用援助 是PDA 對對對 直接援助 那烏克蘭當然因為他已經交戰了 那現在已經打了一片廢墟嘛 那之後 重建的時候 他就吃回來了啦 比如說我剛剛講 他43次的軍員 總共300億美元嘛 烏克蘭的重建是5000億美元 到時候黑石進來發行債券 一定 順帶的決定了招標商啦 這是必然的嘛 所以這只是先起投資 他如果沒有這個投資 你怎麼會打成這樣 那你打成這樣我才能重建啊 那重建那個5000億 我先用債券回收啊 那之後就是 主權擔保了嘛 你國有資產就每年慢慢還嘛 就是這樣 那 那個對 美國的各個廠商來講 他如果可以接受他就接受啦 就是這樣 因為 他第一輪可能就用 比如說烏克蘭的 國家債券的形式就賣掉了 他就拿到錢了嘛 就是這樣 就是另外一個悲劇 對啊可是 對願意長頭的 比如說有人可以放20年的 那種 基金啊 因為這個有主權擔保嘛 那他如果認為烏克蘭未來 畢竟還是糧食啊 重要原物料的出口國家嘛 對我來講 那個 每年的利息是超過3% 那他認為可以就放著 就是你可能會發行20年債券啊 10年債券之類的 然後用主權擔保嘛 那你就可以去想像 這個國家等於是變相被抽稅了 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你可以想見 就國家財政就會進入更困難的狀態 要自己能夠經濟發展的困難度非常高 就增加了 不過最近這個賴清德要訪問 巴拉圭 過境美國現在行程終於定了 就是紐約跟這個舊金山 終於跟蔡英文規格一致了 提升到跟蔡英文規格一致 不過針對之前他進白宮 還是比蔡英文低啦 不是紐約舊金山一樣嗎 還有一個 你不能另做安排 不能有什麼 其他的屬戶啊 不是你不能夠安排人見面 不能見 行政官員 這個蔡英文規格 國會議員也不能見 連國會議員都不能見 比如說你不能安排 不靠好來跟你見面啊 外交委員會主席啊 或者邀請麥卡錫更不用講了 那個中國什麼事務委員會的 應該就是一定會跑來吧 不能公開 不能公開 蔡英文在洛杉磯是公開的啊 所以他 好像也是隔了幾天才說不是 沒有當天 紐約 蔡英文是 紐約隔天早上跟幾個議員吃早餐 他隔了四天才公佈那個照片 可是他在洛杉磯是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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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基本上不能有realtime的公開 連喬宴也不行 喬宴也不行 也不能公開 喬宴也不能有realtime的公開 不能不能 這個規定很嚴格 是啊 所以 你沒有聽到一個 民進黨的涉外人士 已經表示了嗎 那個人我認為就是鷹系的啦 國安會的吧 他說沒有失分就算好 就不期望你得分啊 就順利的去 順利的回來 不要出事就好 對 那所以黃崇雁 就 看看跟著去看看會不會出事嗎 沒有啦他跟著去是要隨時報告的啦 因為這個就是小英的人嘛 他要隨時把當 今天發生的狀況隨時回報啊 那白宮的這個發言人針對這個 記者問說 賴清德說要進白宮這個說法 完全不回答啦 我說完全不回應的意思說 我回應的話只會對你傷害嗎 當然啦 當然是這樣 所以我算是保護你 他一定會說 我們跟台灣沒有放交啊 所以要進白宮 為了不打你臉 所以我就不要 回答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溝通之後的結果啦 因為本來去是要再賣阿密 他現在提升到紐約嘛 就表示說不要讓你太難看 那可是呢我交的條件也非常清楚 就是全部都是 未公開信任 就不讓你作秀啦 所以會打擦邊球嗎 賴清德 不敢啦 不敢嗎 不敢 因為美國 我講白了啦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侯友宜啊 非綠的陣營自己亂成這樣 我覺得美國就是擺明了會支持侯友宜 那就會對賴清德做更大的壓抑 你覺得美國就是擺明不喜歡賴清德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支持有風險的人呢 因為對美國來講是因為 看起來非綠不一定會當選 所以我還是要買個保險 因為賴清德還是有機會當選 而且機率最高啊 所以無論如何美國的原則就是 既有的政府他要打交道嘛 怎麼可能不打交道 而且台灣那麼重要 那第二個是 誰叫你 菲律自己不爭氣了 你自己起不來嘛 我想幫也不知道要幫誰 對啊 對啊 而且我太幫 還會傷到自己 對不對 這個就好像台灣也一樣嘛 如果 如果川普民調贏 拜登超過10個百分點 你會跟拜登很好嗎 不會吧 就有點類似啦 你知道吧 所以 我認為這一次 坦白說金融時報那個文章 定的調 倒不是說他講走進白宮 而是覺得這個人抓不住 所以你怎麼一下四個堅持 一下又講這個 他就覺得你的決策 有點鑽斷 那不跟人家討論 不然你怎麼會有這種論述呢 那蔡英文就從來沒有給美國意外 就是蔡英文跟蕭美琴都是 一致的 就美國最討厭的就是surprise 那他就覺得他抓不住你 所以越來越覺得你像陳水扁 陳水扁就是抓不住啊 所以我覺得美國在考慮的 不是說你 你什麼主張啦 而是 你 不要觸亂 你抓不住啦 抓不住 而且 你真的粗亂你也不知道怎麼解決啊 比如說我們說 進白宮 那如果引起更大的 軍事上的壓力 對岸來的 那請問你怎麼解決 那美國就覺得我被你無端捲入嘛 就你自己惹的貨還要我幫你收拾 美國人不喜歡這樣 美國人會覺得說 我要你扮演激進的時候你聽話就好 啊 我如果沒有叫你扮演激進 你就不要亂來 我劇本沒寫的你不要加戲 對就是這個意思 對就是這個意思 最近這個 中國大陸的劇本也變化 蠻大的 這個 王毅接外長之後 美國國務院立刻邀他訪問美國 那中國外交部好像也沒有這個 說我們會繼續保持溝通 所以王毅會去一趟嗎 我認為難度蠻高的啦 因為王毅他是 二號人物 他如果去美國就等於是在準備拜習會了啦 啊 可是現在有卡到一些事情啦 第一個就是 美國 不讓李家超去APEC 這個中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啦 我認為李家超如果不放拜習會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這個面子拉不下來啦 那第二個就是你 你眾議院剛搞了一個 2758的決議跟台灣無關啦 現在送到參議院 7月26號送進參議院 那我怎麼知道接下來你要搞什麼 這個 有變數啊 就是有一些刀子啊 還懸在腦袋上面 那這個時候王毅怎麼可能去美國呢 所以他就 保持溝通啊 就是我沒有說我絕對不會去 可是我也沒跟你說好 我會去 就是這樣 VNC看你接下來要 李家超你要怎麼處理啊 2758你怎麼處理啊 那如果李家超真的 不讓他去APEC 那我覺得就沒有 你說就當然沒有王毅 那就沒有拜習會嗎 當然啦 當然沒有 就也沒有拜習會 我甚至 習近平都不去了 對 我認為 習近平也不去APEC 甚至有可能這個結果 對 這麼嚴重 這你不要低估喔 因為這個非常嚴重 就是你怎麼 因為這個不是美國的權利啊 這你亂搞啊 那我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又屈從 我去 李家超不去 這像話嗎 對這感覺很尷尬 因為 香港就是中國香港耶 對不對 那好像我默許了你這樣幹 事實上美國沒有這個權利啦 APEC又不是你的 這個好比聯合國嘛 聯合國設在紐約 那難道美國可以禁止聯合國代表入境嗎 這簡直開玩笑嘛 哪有這種事啊 對不對 你再討厭你也不能在這裡發生啊 你可以說 某人要來美國 我禁止他入境 可是人家是要來開APEC的會啊 你可以說APEC的會開完你立刻給我走 這個可以 因為你把他列黑名單嘛 可是人家如果要提前一天來也不行 你就當天來 當天來當天走 然後會結束立刻走 這個還可以接受 因為你就是 你沒有權利 要把人家拉黑嘛 我說APEC會議 你沒有這個權利啦 他沒有這個權利 可是他現在 往這個方向做 那有關於美國 的最近的這些做法 甚至有 亞洲協會說 華府應該再重新回來 CPTPP 你覺得這有可能嗎 不可能 這個都是講廢話啦 你跟布林肯談這個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布林肯就是 美國的窩狼肺排名第二嘛 就這樣吧 這個只有拜登能決定啦 那你剛剛說拜登也 拜登是No.1啊 無能No.1啊 拜登不會加入嘛 因為這個立刻會衝擊美國的就業市場 因為拜登不願意簽FTA 就是這個考慮 而且拜登在剛上任就已經講過了 我四年內不會參加FTA 他連美國跟英國的FTA都停止了 停止談判 更何況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 亞洲協會這個人根本就在講廢話嘛 人家早就講過的事情你還在重申 這個就聽了就很討厭嘛 他希望拜登改變想法 沒有嘛 就是沒有 事實上是越來越強硬 所有FTA都不談嘛 連英國都沒有談 你去看他跟東南亞是談IPAF 印太經濟架構啊 他有談嗎 跟台灣 談什麼21世紀還是倡議 倡議對 對啊 所以這些都是虛的 那難道你都沒看到嗎 你是蝦子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在講廢話 一廂情願 本來就是嘛 如果這種協會還是只會講一廂情願的話 那乾脆不要開算啦 這個就是人家立場都這麼明顯 這個就好比你 見到習近平 然後跟習近平說 你們應該要開放民主選舉啦 你講這個是要幹什麼 要達我 五方意見 那人家已經 那你就直接講嘛 那人家已經 一再表示他現在的制度是對的 那你還要去扯 那你就 那就是道德勸說嘛 你就不是在做 實際的政治上的運作嘛 不是嘛 就 夾大空 那彭博社最近說 這個中國 持續的在成熟製程的晶片市場上面 這個加碼 那 對於歐美來講接下來會有一波反殺 這個歐美很 為難 因為坦白說美國也不是沒做動作 美國不是要 不要出口DUV 連成熟製程都不要給 是啊 所以這個實質上的意義變成什麼 你要把人家 半導體產業整個殺掉 如果成熟製程你都不讓人家做 請問中國人做什麼 對不對 先進製程你不讓人家做 然後現在發現 中國在成熟製程可能會通殺 跟太陽能面板一樣 現在韓國已經吃到虧了嘛 這個你擋不住的啦 因為 成熟製程 他的使用率大概超過70% 事實上先進製程的晶片 他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啦 雖然台積電他營收大嘛 因為他比較貴 台積電目前先進製程的晶片 營收剛突破50% 也算比例蠻高 對啊 因為他 他厲害嘛 世界第一名 他我的意思是要 是說台積電即使到現在這個地步了 他成熟製程還是接近50% 那你更不要講其他國家的 晶片製造商嘛 那可是你都做不過中國 你怎麼辦 因為人家真的比你便宜啊 所以他很緊張啦 他就說中國大陸這種補貼 製造的方式 一定會過剩嘛 那過剩就是要向海外傾銷嘛 他們的 就會低價傾銷 所以大家趕快注意這件事 然後呢 對 他當然是看到這個現象 可是這個沒有辦法 對啊這就是市場機制 市場法則啊 你要買便宜貨還是要買 當然他有譴責中國在補貼啦 那你自己補貼更多 是啊 美國通過晶片跟科學法案啊 你不是 我補貼先進你不能補貼成熟 不是啊 美國是 公開補貼啊 國會通過一個法律 中國大陸是提供融資上的便利 他不是直接給錢啊 對不對 他 那當然有那個 半導體的基金啊 可是人家是持有股權啊 那個叫投資 他不是給錢啊 不是補貼 美國是直接給錢的 拜託好不好 所以 所以我說你這個要怎麼說呢 我是覺得 沒有啦這個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先看到了南韓的狀況 所以就立即有感覺 就是 感同身手完了下一波輪到我了 坦白說啦這個成熟製程的晶片大部分製造商也不在歐美 受傷最重的也不會是歐美 比如說台灣啊 韓國啊 美國當然有啦 英特爾就是嘛 英特爾也做了很多成熟製程啊 英特爾現在只能做到7奈米 他5奈米還做不出來 所以他當然有很多成熟製程嘛 那美國有好幾家晶片公司啊 比如說德州儀器一大堆啊 那 這個是你自己搞的嘛 就本來是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 美國真的很難啊 就是說 美國就認為中國的那個來勢洶洶啊 然後 進入每個產業有點勢如破竹嘛 如果我的製程設備都給你用 製程軟體都給你用 那我就是一個一個等著被你打敗 事實上真的他是看到這個趨勢 所以他就決定擋你 那擋你啊 人家還是要生活啊 所以人家還是在發展啊 就是這樣 就發現 我擋了這裡 結果發現那裡可能擋不住 因為他現在先進製程不能做 所以那些資金跑去哪裡 就是認真的去做成熟製程 當然是啊 不然請問那個錢要去哪裡 比如說突然之間先進的設備不能來了嘛 那我怎麼辦 比如說華為啊 華為突然之間高階手機不能做了嘛 沒有拿不到晶片嘛 所以他就停了嘛 那麼財務上 切出去變成榮耀手機啊 那華為的那筆錢 他賣掉了嘛 那那筆錢他只要做別的事嘛 所以我們就看到鴻蒙啊 然後逐漸的他變成一個 平台嘛 變成是一個物聯網的平台嘛 他就做出來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是必然的 不然 投資的錢沒地方去嘛 投資來想投資的錢你看美國最近的這個平等 被惠譽給調降了 白宮其實非常生氣 就是你怎麼可以調降我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國債的這個平等 那可是市場的反應好像沒有非常的強 所以代表美國的經濟還可以 這個還要看啦 因為2011年 S&P調降過一次嘛 美股在三天內跌了11% 那這次當然反應沒有那麼激烈 感覺沒那麼驚嚇 他是首先是跌納斯達克嘛 第一天跌2%嘛 昨天大概不到1% 那 這個就是要看 因為這個 市場上的聯動反應 這次可能稍微複雜一點 就他可能要 要在外面繞一繞 再從金融面繞回來讓大家看到 他的真相 比如說 因為這個東西叫做 金融之母 美債是金融之母 你知道嗎 因為所有的定價這個是最穩定的 那坦白講那個Fitch 就是惠玉 惠玉也沒有把你說得很難聽 他說 降頻變成AA Plus 可是是穩定 當然是加個穩定兩個字 那他主要要凸顯的就是說 你並沒有處理財政 的問題嘛 比如說 我們說他的債務 他去年是3.7% 佔GDP 那今年他 評估會變成6.5 然後他評估2024跟2025也都是6以上 他是講大實話 不像葉倫 一進政壇就失去良心 葉倫還在那邊 吹牛嘛 說 沒有我們經濟正在轉強 我請問你轉強 你GDP會增加多少 你GDP 最新的世界銀行的資料 1.8% 第二季好一點 第二季2.4 可是全聯是1.8 那確實沒有錯 因為本來 全聯是1.4 所以有提高 1.8 那你GDP那個分母增加1.8 你的財政赤字 你的拜爺爺 現在還要發1.2兆的 基建預算 那個就是債 你怎麼不去打 那請問拜爺爺發了 1.2兆 美元的債 那佔幾% 你怎麼不去算是不是 所以人家一看 我看還是6以上吧 所以這個現實是沒有變的 還有第二個就是 你整個 負債的程度佔政府預算 是不是超過100% 那還是評估是超過100% 這個當然不是說 立即造成美元難以轉動 可是 這個是一個訊號就是會讓人家 買美債 的誘因更降低嘛 啊比如說 這個 今年5月我們就已經發現 121個國家在賣美債 那葉倫你怎麼不去說服121個國家 說你們都誤會美國了 人家就是要賣 我認為惠譽 當然會看到這種現象 這個一條漿會賣更多 我跟你講他 還要硬心的 因為他必須硬心的 因為 他那個 舉債上限不是調了嗎 對 那調了之後他 今年邊的預算赤字就1.5兆 那要去填那個坑啊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1.5兆之外 拜登還要再加1.2兆 所以 不就是你的整個債務已經31.5兆 那 這個東西就是會慢慢吃掉你的一些東西啦 因為你利息也在高檔 對不對 這個 這個要看啦 這個一下看不清楚 因為葉倫可能會用一些怪招 蓋住 本來可以調動美國的 因為聯準會是幾家私營銀行的 聯合組成 他可以調動 一些銀行來買啦 讓你有一種虛 虛項 你知道嗎 沒有跌很多 其實是自己人吃 自己吃啊 聯準會自己吃啊 還有 所屬銀行自己吃啊 可是 我認為惠譽這個信號 會讓葉倫現在鋪陳的 賣美再更加的困難 所以他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你這不是讓 讓我東西賣不出去嗎 讓我調度更麻煩 他怎麼調度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好來看這個 美國 有一個訊息 就是這個 大衛營的峰會 這個 美日韓要有一個共同的宣言 就是等於一起 一起集體安全嗎 這個難度很高啦 因為現在是個別集體安全 就是共同防禦 可是問題是他們的假想敵 是不一樣的 日本的假想敵是中國跟俄羅斯 韓國的假想敵是北韓 對不對 那你這個要通通都湊在一起 那是假定他們都是一個集團嗎 北韓 中國 俄羅斯 就是共同加想敵 對啊 那 我韓國幹嘛冒這種風險 我韓國怎麼可能對抗中國跟俄羅斯 而且未來朝鮮半島的 安危啊 跟中國俄羅斯有絕對關係 對不對 那日本也是啊 你北韓在那邊惹事 干我屁事 我為什麼要被你捲進去 因為 這三個國家 中俄 北韓最可能鬧事的是北韓 所以我到時候隨時都被你捲進去 那為什麼美國會促成這個 因為美國沒差 他不管是哪一邊他都要被捲進去 哇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日本跟韓國 不是美國 影席月非常的聽話 所以影席月可能 你聽話你要面對中國跟俄羅斯嗎 我不知道影席月會不會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瘋狂 沒有那麼瘋狂嗎 他到目前為止都算蠻瘋狂的 也沒有啦 他也沒有說他要介入台海戰爭 沒有 我覺得他不可能 不可能會蠢到這樣 因為俄羅斯要搞韓國太容易了 他就叫北韓出手 或者是我提供武器給北韓 我看你怎麼辦 比如說你如果真的搞這個 那俄羅斯就 給北韓 賣給他新的裝備 那你就知道他的意思 那中國大陸也可以 開始跟北韓有一些往來 更多的貿易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不認為韓國有笨到這個程度 所以牽不出來 他親美沒有錯 親美是為了 加強 韓國的核反擊 因為他認為他的對手是北韓 北韓有核武 所以我要有核保護傘 這個還可以理解 可是 做這麼大的動作 如果說我就是跟中國俄羅斯都對抗上 我覺得不可能這麼愚蠢 所以牽不出來 牽不出來 會講一些話 就是會講一些話 因為那個 共同宣言一定是美國人寫的 什麼中國跟俄羅斯 越來越 積極 擴張 之類的 一定會寫一些 威脅大家 大家要注意 對啦 可是重點是 不會有集體安全 這個影響太大了 不會有什麼軍事同盟 集體安全 這些東西 可能會更多聯合演習 聯合演習可能會有 事實上中日韓的聯合演習也不多 他們是分開的 那未來可能會有 聯合演習 可能是這樣 美日韓的聯合演習 對 另外看到這一個伊朗跟 阿博之間的 和平 好像也沒多久 好啦這個也不能這樣講啦 這個就好比你說日本韓國 他現在關係也不錯啊 可是獨島 招幹 獨島主導 那個統一 因為韓國認為那是他的啊 因為這個就是那個老問題 也是同樣概念 對 就是伊朗跟阿聯酋 是誰的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 嚴重影響到對 赫普之海峽的 通行權 的掌握程度 那 因為伊朗是實質占領 他當然不讓 所以這就是 也是 例行性的對抗 對啦這個沒有解啦 沒有解 沒有解 你看中國上次 去跟阿聯酋 寫的那個宣言 那是比較偏 阿聯酋嘛 那立刻又派 人到伊朗去做解釋 就是中國大陸也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啦 這個叫傳統領土糾紛嘛 你怎麼處理 另外看川普喔 川普又有最新的官司了 那這個官司呢 就是說他要推翻2020大選 結果 那這個算是 政治上面的 這個官司 那他的官司這麼多 可是他民調卻這麼高 所以 代表說 他離總統寶座越來越近了嗎 不是啦因為形勢起訴 以川普 川普聽說花在律師費上已經超過6億台幣 已經 競選經費都花光了 不會 越花 民調越高 越花民調越高 律師費花越多 民調就越高 對啊律師費就搞了6億台幣你想一想 所以官司很多啦 那個 官司多不愁 因為美國這種刑事訴訟真的要定驗 三審走完至少要兩年以上 就選完了嘛 那他只要一當選就刑事豁免 除非叛國罪 那沒有一個是叛國罪 這種也不算 推翻什麼民主選 選舉結果這個也跟叛國無關 無關 無關 那個是對選舉程序的認知不同 他覺得你有舞弊啊 所以 那個不是叛國的 不是對抗美國嘛 我意圖推翻政府啊 是推翻候選人 那時候還不是政府 不是政府 而且 叛國通常 美國叛國罪 成立 也越來越少 這很難嘛 就除非是假想有跟外敵 通俄啊 通中啊 通什麼 現在都是這樣 都是跟外敵有勾竄 才有可能是叛國罪 那這個很難找到證據也很難 確認說他是不是跟 國外勢力勾竄 就要做這種事情呢 會這麼笨嗎 也不會 他都已經幾歲了 你來搞人家這個 當選之後 先把搞我的人換掉 所以他現在當選機率應該算是非常高 美國有一些評論都開始 最近民調是43比43 平手 跟拜登平手 大概 4天前的民調 所以接下來如果2024這一局真的是川普跟拜登 的話 還 競爭會非常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那民主黨的策略就是 不斷的讓你出題 那不斷出題我就曝光 我就 我知道 可是就是說 這個坦白講我越看越是 在巩固同溫層 因為 紐約時報跟華盛領郵報就會大作 他就會做好幾版 那一面倒批川普這樣 所以美國選舉靠同溫層就贏了 也不是 基本上對民主黨比較不利 因為你是執政者 那所有的壞都跟你有關 那 那 我的意思是說 民主黨的策略就是不斷的開題 然後讓你要浪費時間準備司法 訴訟 然後我那個 紐約時報跟華盛領郵報就一面倒去K你 那川普這邊也是一樣啊 去攻你亨特拜登 因為 坦白說啦 川普家 除了他自己之外都沒有人有緋聞 啊 都沒有人有緋聞 你不覺得嗎 你有看到Kursner有緋聞嗎 沒有啊 而且川普家 他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很端正啊 你不覺得嗎 那除了川普以外的 川普也人模人樣的啊 我跟你講川普有一個秘密武器啦 就他那個小兒子今年已經17歲 190啊 超級大帥哥 所以要用美色 他的 受歡迎的程度 恐怕不低於川普 那他已經 偶像級的是不是 根本就是 明星級的 根本就是明星級的 他的最佳助選員 他現在都是 陪著走 不排除以後從政 他比伊芳卡從政的機率還高 是喔 伊芳卡已經 大家已經感覺 他不會從政 形象正面良好 他不會從政嘛 他沒有這個心嘛 因為他在做品牌嘛 伊芳卡大概在做 時尚啦 的品牌 那他老公也很有錢啊 是New Jersey最大的 建商 那川普這個兒子現在才17歲 而且真的就是 他這個 這個Slovakia這個老婆生的 所以表示這個Slovakia這個老婆家教也做得不錯 就是很奇怪啦 你去看 川普跟他這個Slovakia的老婆 這個老婆 也是特種行業出身的 結果 小朋友 家教都非常好 就是這樣 你不能不佩服人家 以家庭形象 跟家庭形象的對比 川普略勝一籌 勝太多了啦 拜登那邊是Hunter Biden 當然拜登有另外一個兒子 可是過世了啦 那個是檢察官啦 那個Ball Biden 那個很優秀 可是就是腦瘤嘛 可是這個Hunter Biden 真是驚人的壞啊 根本就是人渣一個 這個 這個到時候一定會被大量攻擊的 而且最近又傳一個新聞 這個保守的派的報紙也開始登了啦 就說Hunter Biden 每次在談生意的時候都會說 我爸就在我旁邊你要不要跟他談一下 那拜登就會說 Good morning 在家裡談生意啊 這個政界我們常常看到叫借世界端嘛 不是嗎 比如說我跟人家打電話說 欸 筆記憑林在我旁邊 電話聽一下 然後你就 你也沒時間接啦 你就說 嗨 你好 根本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就在你旁邊 就是這樣 這已經有人在爆料了啦 說Hunter Biden都是靠這種 所以接下來美國總統大選打的就是這個層級 我覺得非常low啦 而且我講白了為什麼他們都去鞏固同文城 因為他們已經預見到投票率會很低 因為太爛 動員各自的支持者出來就好 因為太爛了 就這兩個人的缺點都太多了 就是這樣 好今天非常謝謝阿亮的分析 希望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順便提醒收看小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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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